耶稣 耶稣的人说耶稣只是天使掌 他们的根据说 《贴纱罗里加前书》的四章十六节 圣经这样说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在那里吹响 然后那些在基督里面碎裂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他们的根据就是这样 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天使掌的声音 有的意思就是主自己有 既然他有天使掌的声音 他就是天使掌了 到底他们的所谓根据成不成立 当然是不成立 原因是哪里呢 就是圣经 在这段圣经当中非常清楚讲到 就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两样东西跟他降临一起来 第一样东西就是有天使掌的声音 第二样东西是有神的号在那里吹响 如果我们说有的意思 就是等于他的那把声音 那我们就要问 如果他是天使掌 是因为他有天使掌的声音 那他是不是神的号 他有一支号角呢 因为后面都有说 有神的号在那里吹响 他说明显地 耶正的人他就取前面不取后面 后面就不提 在解经的上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第二个理由 圣经怎样讲 圣经有没有将耶稣和天使相提并论 绝对没有 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至到第六节 神从来有没有对过一个天使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今日生你呢 神说没有 从来没有 他只是对耶稣基督这么说 是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过 是一个都没有 第二 另一方面 神对所有的天使有一个吩咐 神的使者 神的天使都要拜祂 换句话来说 耶稣基督是接受敬拜者 而不是一个受造物 祂不是天使 因为这样的缘故 耶稣基督和天使 是绝对不可以相提并论 耶正在这个地方 祂犯的错误是不看圣经 难怪祂错得那么重要